农历7月15,俗称鬼月的中原普渡 当天可以说是家家户户普渡的大日 一早来到果菜市场,来往背货的热度可以说是讲讲棍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,蔬果的需求量都会比平常增加近一倍的量 尤其遇到农历16、17号果菜市场连续两天的休市 无论是餐厅小吃业者都得备齐三天的存货才能因应这个状况 依据市场菜商的备货量至少比平常增加到两倍之多 虽然台风谈美来袭,不过台东果菜市场产区内的根莖类菜价持平没有明显的波动 容易受天后影响的番茄、黄瓜、四季豆预期涨幅也在15%以内 面对后面连续两天大盘休市又加上台风 果菜市场呼吁民众目前蔬果被货量充足 不要一窝蜂抢购蔬菜囤货造成市场零售价变向攀升 荷包大师姐买到贵到离谱的菜 也让消费者无故花了愿望钱 东南新闻张教维台东报导